你看你 还真能给我找事 住这样的公寓 能叫不起外卖吗 妈 外卖哪有 你和我爸做的菜箱呢 我跟你说 上次我姐提到你做的 糖醋排骨和螺丝冻汤 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 我今天正好来看她 想着顺便让你做点菜 待过来吧 真吃不消你 你别说 这儿的环境啊 还真是蛮不错的 比我们的拆尽安置房好多了 你看看 这洞穴啊 多宽阔呀 这个秋天也太冷了 周周 你看 那是松了吧 妈 妈 苏默 下班了 妈 舅妈 这山清水秀的 苏默 是你朋友吧 这是我同事 这是我舅妈 同事 对 我是她同事 钟 我妈 佟雅清 佟姐 您好 快别这么笑 不好意思的 叫舅妈 舅妈 又别在这儿站着了 快 进屋子吧 好呀 好呀 王总 你后面还有一个会 对 佟姐 我还有个会 就不上去了 小苏啊 你那份报告也尽快给我 好的 改天请您吃饭 再见啊 佟姐 佟雅 佟雅 再见 佟雅 要舅妈 来 快进去吧 好 走 走 再见啊 舅妈 好好 你干什么吃啊 没见过 姐 我这回带的 全是你爱吃的菜 这个我先放在外面 待会我们就吃掉 然后剩下的 我给你冻冰箱去 好的 真好 这卫生间 这么大 程程 水果信号了 你拿过去啊 好 走 这房子真宽敞 妈 你别到处看了 快来吃点水果 你等会儿等会儿 你让我好好欣赏欣赏 这身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不但不能住在 看得到黄埔江的房子 却只能住在那种 离市中心坐地铁 还有十几站的乡下去 这心里真是绝的 舅妈 来喝茶 不急不急 幸亏你们小辈争气 尤其是苏木 我说怎么说搬就搬呢 这一搬就搬到 这么高档社区来了 原来是遇到贵人了 舅妈你别误会 这房子是因为急租 才降价出租的 我也是撞到大运 才拿下的 哪有什么贵人不贵人的 这还跟舅妈装呢 我什么眼睛呀 嘟嘟呀 刚才在楼下 那个男的 你们贪了多久了 妈 你干什么呢 人家都说了只是同事 要只是同事 我把头砍下来 给你当球体 苏木 他在你们公司 是什么职位呀 老林光了 这卖相又好又有钱 这要让你爸我妈妈知道 肯定高兴死了 舅妈 我们才刚刚开始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妈 诺诺诺 你看看看 我打自招了吧 舅妈是过来人 懂得你担心什么 你要想让我不说 那你就告诉我 他是干什么的 他叫王俊安 是王俊的哥哥 我们公司的首席 什么 王俊安 就是那个高中时候 追求我们终生的 王俊哥哥 哎呀 哎呀 苏木 你小的吧 你中奖嘞 哎呀 说李子线怎么这么贵 合着五六块钱一个 有那么好吃吗 吃了是能长肉呀 还是能让人变得年轻呀 哦 亚青 去水果呢 是啊 这车离死呢 一百多块钱一盒 我买了两盒呢 是啊 是啊 是啊